要来探讨六祖大师 他听了这一句金刚经的话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开悟 想来了解这句话 或帮助大家来解释并不是的 因为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听了太多经典 当中非常精密奥妙的话 也听了非常多的大德 他们帮我们解释了种种的教经典 但是我想请问大家 我们在这边说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你会开悟吗 为什么同样听到这句话 六祖开悟 我们却没有开悟 所以我们并不是想在这个经典的语迹当中去探讨 而是要来帮助大家来清楚明白要开悟 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因缘 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这些 那首先呢 第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佛陀开悟的例子 那记得在上堂课的时候 我们有清楚明白的跟大家分享 佛陀的一生 就是他累积开悟的因缘 在菩提树下成道 也就是开悟 这当中他经历的第一关 就是他出了城门 看到了身老病死苦 这是深苦 而辛苦面对的爱别离 愿正会求不得武运至胜 他内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疑情 就是怎么样从这样的现象当中 能够找到一个究竟之处呢 于是第二关 他进入了巡师访道的阶段 他精进的参学 研究了当时印度种种的学说 理论 但是他发现都没有办法 让他究竟明白 于是他发心 在菩提树下来成就 他很清楚明白 累积开悟的因缘是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看祖师大德 也都是跟佛陀一样 走这样的同样的一条路 二祖慧可大师 他开悟的因缘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普利达摩的座下开悟的 那在二祖还没有遇到达摩祖师的时候 他就已经学骗了种种当时当代 在中国的一些经论跟一些学说 不管是道教佛教等等的 他已经精通了 但是呢 他依然不明生死大事这件事 心中也惶惶不安 于是他听到了达摩祖师来到中土震担 他就去见了达摩祖师 见到达摩祖师的时候 开门见章的就问他 祖师 我心不安 请祖师帮我安心 大家注意到这句话 请问我们是不是常常心不安呢 我们心不安的情况是怎么样 可能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 我们的子女出了问题 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 我们的工作出了问题 我们的事情没有办好 因此心里面惶惶不安 但是这个慧可大师呢 他的心不安 是因为他内心当中的疑情 达摩祖师跟他说 将心拿来 我帮你安心 大家注意这句话 非常的奥妙 在中国的禅宗 叫非常的熟眼 这是祖师大德的一种 手段手眼 一般的人是死不出来的 让慧可大师 当下进入一种禅修的状态 进入他的心缘里面 为什么能够这样子 因为他长久的熏修 这样的一句话 就像是一种能量一样 直接就打入到他的心缘里面 他直接去禅观 他到底心在哪里 于是禅宗的典籍里面讲 虚与之后 良久之后 这个慧可大师呢 从一种深层的禅定状态出来 他告诉达摩祖师说 密心了不可得 也就是我找我的心找不到 这里面是一种状态 非常重要的状态 这个时候达摩祖师是明眼人 一看就知道 二主大师正在开悟的边缘 他马上临门一脚一踢 他说我已经将你的心安好了 这时候二主大步开来 这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二主慧可大师 他已经累积了开悟的因缘 因此遇到善之事的时候 你们一脚一踢 就可以大悟 所以很值得我们参就的 你有对生命实相 佛法大义 有产生过心不安吗 还是我们的心不安 都是在日常琐碎 或者跟自己利益有关系上 你没有累积这样的能量 怎么能够开悟呢 坛中的祖师大德在在处处 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其中包括像香炎禅师 当时的香炎禅师呢 举一可以反食 非常凌厉的出家人 遇到伟三禅师 参学之后 伟三禅师只问他 不问别的 就问你 在父母未生你之前 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这个时候香炎禅师 脑袋抓一抓 他抓一抓就是在打电脑 在key in进去 怎么找不到 google里面找不到 大脑里面找不到这个答案 父母未生前 我是谁 怎么没有这个答案呢 我读了那么多经教 没有这个答案呢 当下答不出来 这就是祖师大德的首眼 帮助众生开悟的首眼 你可能累积了非常多的经教的知识 但是可能都沦为一种知识罢了 这时候香炎大师呢 发心 他把他所有的这个书籍呢 一把火烧掉 他知道这个不是究竟之处 于是他去惠宗博士那边 守孝三年 在一次扫地当中呢 刚好扫把碰触到一颗石头 扫到了 扫进了一个竹林里 发出了一个很巨大的响声 扫 这时候香炎禅师 他整个黑气筒 爆了开来 整个黑气筒打破 当下大悟 这一段的故事 也就是告诉我们 如何累积 创造开悟的因缘 另外一个有名的禅师 叫德山禅师 他呢 将金刚经研究得非常的透彻 同时写了金刚经的书钞 跟应顺导师一样 他听到这个在中国当时的社会 这个在南部的地方提倡的 所谓的顿悟的法 他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究竟的 于是他就背着他金刚经的论述 到了南部想要来踢馆 记得到了南方来之后呢 就在这个路边呢 找到一家小吃店 进了去 有一个女婆婆 就过来招呼 她说啊 这位大德 你这个挑的这个重担是什么 德山禅师就跟他讲 这是一生对金刚经的论述 的心血 老婆婆呢 非常的好奇 他就说啊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那这么办好吗 你既然想吃东西 想点心 如果问你一个问题 你如果答得出来 今天的啊 这个茶水 饭菜的钱 老婆婆请了 老婆婆当下就问他 金刚经所说的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请问 这位大德 你要点什么心啊 德山禅师 当下哑口无言 面对这样的老婆 于是呢 他将他所写的 金刚经的书章 一把火烧掉 这上头 就是都在说明开悟 创造开悟的意义 什么是开悟呢 然后为什么要开悟 所谓的开悟 第一件事 开悟就是明心见心 而佛陀在开悟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见 这个妄想执着 就是被那个妄心所迷惑 所以明心见心 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就是开悟 就是要聊我们的生死大事 生死大事不聊 我们就是一直在六道轮回当中 所以佛陀也说 他说我身以尽 犯恨以利 所作皆伴 自知 无受后有 两生死大事 再来就是见实相 开悟 如果没有见实相 我们一辈子都被虚妄之相 所迷 所着 所住 而颠倒妄想 再来就是见到 开悟就是真正的见到 见中 中到实相 如果没有见到 没有见真正的中到实相 我们就会一直的在二元对立当中迷思 最后开悟真正的另一层意涵 就是从我直当中 从我所当中 真正的解脱出来 众生的迷思 都是因为有一个妄想直 就是所谓的我直 所以金刚经才会提到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所以什么是开悟 他必须具备刚刚说的这几种 第一种要明星见星 第二个就是能够了生死大事 第三个要能够见实相 第四个要能够见到 第五个要从我直当中 真正的解脱出来 开悟的相反词是什么 就是迷 我们都处在迷当中 自然要有护 如果我们被绑住 你需不希望把这个绳子打开来 而我们累世累劫来 我们就是被绑得紧紧的 因此需要解脱 我们没有开悟 就只会活在无明当中 所以开悟就是明 从无明当中来明 再来 我们如果没有开悟 我们就是一直在睡觉 睡觉不明实相 睡觉在无明当中 睡觉在生死当中 所以睡觉的相反词就是醒来 为什么要开悟 就是要醒来 所以为什么要开悟 就是要从迷 困绑 困绑 无明 睡觉 生死当中 从这些现象当中 来开悟 那如果我们不了解 怎么样去具足 开悟的因缘 我们就没有机会 开悟 所以一开始 跟大家解缘 希望大家能够记得 去创造 这样开悟的因缘 不一定是要在哪一个经典的词句上面去举手 每一句话 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